有没有考虑过结婚 我在我的字典里面我永远没有结婚这两个字 张国荣为什么被叫做哥哥 有一个说法是在拍《行女幽魂》时 饰演聂小倩的王祖贤戏里戏外都吹着张国荣喊哥哥 这个外号就这样传开了 如今哥哥不在了 54岁的王祖贤隐居在加拿大 江湖里到处都是他的传说 和其行的15年内敛 被渣男富豪吭骗的岁月 不工作16年 为什么仍然坐拥300亿资产 安徽为什么有一条祖贤路 12岁就开始打篮球 美得像真人版赤木秦子的王祖贤 曾经被徐克用《倾国行程》来形容 打他20岁的许冠杰买豪车追他 吴启花在拍摄影朋友与他便魂不守舍 传门刘家林也曾经因为梁朝伟和王祖贤的绯闻不高兴 在王祖贤家人眼力 最理想的女婿人选是黎明 经过家人的几番撮合 王祖贤还是没有和黎明擦出火花 反而和不其浪子骑行 变成了一对欢喜冤家 齐贤成名之后 公司安排他和当红的王祖贤合拍芳草碧连天 还让他带着花环去机场接王祖贤 谁曾想 王祖贤对齐贤突然挂到自己脖子上的花环嫌弃的不行 还几对齐贤说 你怎么吃买 原本对王祖贤的漂亮 很是仰慕的齐贤也来了气 拍戏时没少捉弄王祖贤 情愫就在打打闹闹中萌芽了 有一次齐贤约王祖贤唱歌 自己却跑去喝酒 让他一直等到半夜 齐贤出现的时候 气呼呼的王祖贤本来打算一走了之 却被他一把拥入怀中 在微醺的晚风中 19岁的王祖贤怦然心动 第一次感受到爱意 在一起是在一起了 但他们的爱恋中埋藏着两个巨大的危机 一个是王祖贤和齐贤在不同的地方工作 异地恋的甜和苦都被齐贤写进了大约在冬季 然而跟第二个隐患比起来 这根本不值一提 早在成名之前 齐贤就和饭店歌手方美芳有过一段恋情 齐贤红了之后 方美芳一直担心他会变心 开始变得患的患失 甚至干过闯入录音棚怒吼齐贤 以其驱散齐贤歌迷的事情 齐贤忍无可忍提出了分手 此时方美芳却说自己怀了他的骨肉 方美芳不顾朋友的劝 说把孩子生了下来 而齐贤只能暗中接顶养着他们母子 而毫不知情的王祖贤 前脚在采访中表达万对将来和齐贤 结婚的憧憬 后脚的两人还是因为聚少离多分了一次手 告别齐贤之后 王祖贤陷入了富商林建月的圈套 林建月是环亚集团的老板 据说有600亿身家 他告诉王祖贤自己已经和老婆分居了 并且给王祖贤买了2000万豪宅 把王祖贤骗得团团转 消息传出后 不但林建月的原配谢玲玲 对王祖贤嗤之以鼻 就连林建月的老母亲 都对媒体说就当儿子花钱找了个机 这件事也成为王祖贤人生中的一大污点 尽管他也是无意中成为这个第三者的 从大众女神连为人人喊打敌小三 王祖贤也受不了这个委屈啊 拍完轻舍之后 他便决定退役 前往加拿大休养生息 此时命运的红线却不远千里 再次把王祖贤和齐贤联系在一起 什么叫逆缘 这说的大概就是王祖贤和齐贤复合的经历 当王祖贤身陷第三者丑闻难以撕拔的时候 齐贤公开发声力挺就爱 说王祖贤不是拜金的女孩 这也让两人得以再许前缘 那一年 齐贤牵着王祖贤的手献身东京机场 并且对围观的记者高呼我爱他三辈子 复合之后 王祖贤满心期待和齐贤永结同心 却不想方美方坐不住了 得知齐贤即将和王祖贤结婚的时候 方美方十分担心齐贤再也不会管他和儿子的死活 决定把一切都抖了出来 已经15岁的私生子方美和方美方 一起把齐贤告上法庭 方美方说 齐贤即将结婚 我会献上衷心祝福 但请他别只见新人校 不见旧人哭 我会在法律上讨回公道 保障儿子今后的生活 尽管这些年来齐贤一直都在支付抚养费 但法院还是判决齐贤付536万新台币 而他与王祖贤的婚事也就此没了下门 或许王祖贤在意的根本不是齐贤有私生子 而是分分合合15年 齐贤居然一个字都没有向他提起过 在感情中 隐瞒和被叛带来的伤害没什么两样 经历失而复得 再度失去之后 王祖贤一改从前的小女儿心态 在节目上说 我的字典里没有结婚这两个字 2005年美丽上海上映后 38次的王祖贤全面退出娱乐圈 据说已经归衣服门 有人说 这都 过去16年了 如今王祖贤不工作靠什么过日子呢 在上个世纪90年代 王祖贤就曾经说过 自己手里的钱一辈子都花不完 他15岁拍第一支广告 17岁演电影 正式出道之后又被TVB老板方一华看中 带到香港签约邵氏公司 《倩女幽魂》是王祖贤的第15部电影 按之前新人的片酬来算 保守收入有75万 《倩女幽》 魂之后 王祖贤在演艺圈的身价水涨船高 在两年内又拍了大概15部作品 保守估计收入700万 当时他还被媒体报道为纳税典范 每年纳税都有100万 再后来 王祖贤逐渐隐退 作品虽然有所减少 但据说片酬一度涨到200万以上 再加上各种代言演出收入 早年的香港艺人又普遍节俭 王祖贤的资本雄厚也不足为奇 还有一点就是 王祖贤很喜欢投资房产 当时单在中国台湾就有四套别处 后续他在 香港买下的第一套房子也是豪宅 并且才买了一个月就升值了100万 他在国外也有不少房产投资 2013年 王祖贤就回 香港出售了一处单位 套现近2000万港币 早点的付出让如今的王祖贤有了一直无忧的生活 值得一提的是 他并不是一个自私的人 为什么在安徽省洛安市书城县的第一条柏油路 是王祖贤的名字命名的 在大家的印象中 王祖贤是港台艺人 却不知道他的老家就在安徽书城县 早在1992年 王祖贤受邀登上央视春晚 自称是安徽人 同一年 他就和爷爷王国凡 一起回到安徽老家探亲 王祖贤的家族在县城当地颇有名望 曾祖父王仁峰是安徽省最古老的中学之一 书城中学的创办人 而王祖贤妥妥是书乡世家的后代 出来乍到时 乡亲们说村里 得路不好走 担心怠慢了这位大明星 可从小生活在繁华都市的王祖贤 却没有再一射些 整个探亲过程都表现得非常平易近人 多年之后 王祖贤的爷爷奶奶第三次回到安徽探亲 拍摄工作繁重的王祖贤没能一起回去 但是他拿出十万港币 让爷爷转交给老家的乡亲 正是这十万港币让村里拥有了第一条柏油路 王祖贤所捐献的这条路 乡亲们命名为祖贤路 意在鼓励更多海外游子们共同关注家乡的建设 跟现在的部分明星捐了款 恨不得天下机制不同 王祖贤三十多年前 为家乡捐款修路 这是他自己从未向外提起过 时至今日 王祖贤的隐退让华语娱乐圈乃至着 各亚洲都惦记不已 曾几何时 王祖贤和张国荣试向日韩反输出华语文化的招牌 93年日本杂志评选 最受日本欢迎的外国明星 王祖贤打败一众西方面孔问鼎妾女幽魂之后 韩国人把王祖贤视为原祖女神 张又和签约华一时 梦想着能见王祖贤一面 请回答1988中主角还在感叹着王祖贤真是漂亮 遗憾将永远是遗憾了 当好友林青霞积极地在社交平台上和粉丝沟通时 王祖贤在加拿大身居简出 虽然身形不似从前 一头长发却从未改变 今年夏天 54岁的王祖贤被路人偶遇 在加拿大街头悠闲自在的遛猫遛狗 疑人自得 非常惬意 许多八九十年 带红级一时的明星都选择在加拿大隐姓埋名 这里不但生活着王祖贤 还有曾龙 张国荣当年也曾说过 还想在温哥华度过下半生 可惜如今大累的史丹丽公园 只剩下一张纪念他的长意 每年张国荣生日时必定放满了鲜花 与之相比 王祖贤虽然被坎坷的感情伤害颇深 但至少他远离娱乐圈之后 过上了真正属于自己的生活 有人说 现在的王祖贤老了 身材发福了 全然没有当年女神的偏偏身姿 但是人哪有不会老的呢 他已经把最美好的年华都献给了影像 他没能拥有世人趋之若物的爱情 但拥有钱和自由后慢慢老去也是一种幸福 好了 本期节目就到这里 更多精彩感欢愉乐会陆续更新 希望各位看官老爷订阅多多支持 感谢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